群山环绕之下 一个显得很安静的村落 就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走出了一位民国时期重庆市的首任市长 他就是四川仁寿县文公镇的潘文华 现在我站到这里就是潘文华的故居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或许知道我在去年给朋友拍了一期 潘文华将军的墓 他的墓是在成都市的室内 这里的故居是在文公镇 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参观这座将军的旧居 眼前的建筑高大气派 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高大的门头就能道出这里曾经的主人 身份不一般 潘文华将军出生于清光逊年间 从16岁参军戎马生涯40多年 官制国民党重庆市的市长 23军的军长 28集团军的总司令 1949年与刘文辉 邓西侯在成都的彭州 龙兴寺起义 千年古刹龙兴寺 我在前面的视频中 给朋友们介绍了一期 旧居建于1916年 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石柱的轮廓已经没数得很平滑 曾经粗大尖式的母头也有些腐朽 但宽大的条石和厚厚的砖墙 依然是那么的尖式 走在屋檐下的石阶上 仿佛在时间穿越 由于疫情原因 这里没有开放 经过我多方联系 才找到了这里的管理人员 进来过后 让我很惊讶 一个标准的四合院 但这个四合院的面积实在太大 传统住宅民居一样的牌里 但与民居住宅又有很大的不同 总是说不出来 感觉怪怪的 单眼印山式的屋顶 小青瓦 从这里的介绍来看 潘文华是出生于龙兴村的二祖 那个位置曾经叫中树湾 距离这里 大概还有三到四公里左右 为什么这里会是他的故郡呢 像这么大的院落 这么大的一个坝子 在我们以前去的 过去富人家的宅院里面 这么大的四合院坝子太少见了 而且这个坝子也不是过去传统石板铺的 而是那种青砖一块一块的铺成的 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操场 镇队的这排房屋太高了 当地称这排房屋叫镇房 高度目测应该有将近十米高 成列是上面密密麻麻的窗格 有一种小而见大的气势 一幅大大的将军照片 生平事迹的介绍 从出生到他去世 65年的时间 辉煌一生 传奇一生 从这里我们终于知道了 刚才我们在前面的疑问 他的故居 为什么不在他的出生地 而在几公里以外到这里 潘文华将军的童年生活 极其艰难 父亲是清朝的秀才 在他五岁的时候 母亲病逝 后父亲就从他出生的 宗树湾迁居到文公镇 在这里做点小生意 维持生计 十岁时父亲已撒手人寰 后来幼小的潘文华 在亲戚的资助下 几番进出私塾 去成都当学徒 再到后来的戎马生涯 这里就是他们在文公最早的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 潘文华就在自己老家 也就是现在这里的老宅基础上 修建了这个房屋 修建这个房屋 并不是为了自己居住 而是专门给回乡招募的宾丁 做饮房 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大大的坝子 高大的房屋 迷惑也就知道了 当地人称的正房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总共有7间 在正房的旁边 当地人称的侧房 也就是厢房 这一排房屋 与正房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房屋它是两层 高度都不高 上面是宽大的楼板 全是木板 走在这里面的光线 就不如那一边了 昏暗 潮湿 一股发霉的味道很浓 空空的 都没有摆设 这些房屋就是当年 冰地闷 住宿 或者是军官们 休息办公的地方 除了正房高大以外 两边的侧房都是两层 每一层相对都不是那么高 从这里的管理人员口中了解到 潘文华这里的旧居 原先的规模比这里要大得多 我们今天走到这里 是他曾经的主院 在主院的左右两边 还分别各有一个四合院 现在我们上到了 侧房的二楼上 这个地板全是木地板 走在上面的声音 就是纯木的声音 房间的光线也比较暗 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长长的楼道显得很大气 看到这样的楼道 我们会联想到 当年或许站在这上面的军官 看到下面把子中训练的士兵 整齐画一的笔画和喊叫声 场面是多么的有气势 或许会让人热血沸腾 垂花柱上的雕花 一丝不苟的精美 透过窗花 看到二楼上最大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长 或许是当年招募来的士兵们 休息睡觉的一个大通房 比学校的教室长度还长 潘文华将军在当地居民中的口碑 非常好 像从成都到仁寿的成人公路 就是他所修建 还创办了远近文明的文华中学 以及救济灾民 批条子 捡壮丁 等等一系列的异举 在当地老百姓中赢得了一个爱乡将军的美名 墓柱下的石雕花也是如此的精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故居院落里面的全景 从旧居的院落里面往外走 总有一种不俗之感 主院落两侧的四合院 右侧的四合院早年已经拆出了 左侧的四合院原先是银房里面的厨房 食堂和一些故宫住房的地方 一会儿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古代的豪华宅院 除了有一个非常漂亮大气的门头以外 还有一个厚实的厚墙 这里也不例外 只是现在的后面的石墙已经风化得很厉害 蓝天下的烽火墙是大宅院的标识 也是一种装饰 根据样式不一样 有些称为码头墙 也有些地方称为跌落山墙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 是主院落左侧曾经的四合院 不过那个时候的四合院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住宅房 大部分已经改修过了 与过去相比 已是面目全非 站在后山上才能感受到故居的气势 在不远的地方 那里就是文公镇 现在长镇所在位置 他在任重庆市长期间 将重庆一个军事要塞 变成了一座城 这是他的功劳 为重庆的经济和民生 有突出的贡献 最重要的就是协助刘湘 创办了重庆大学 百年风雨沁丝和事态变迁 潘文华的故居显得有些沧桑 没落 但这也是故乡唯一的实体纪念 用故居陈列石里面的一句话 来结尾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 凡为人民做了好事的 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